大家好 我是煌靈 台版明天就會實裝露娜跟嘉夜的專武了 今天就來介紹一下這兩位的專武效果吧 先從嘉夜開始 這角色因為太倉管 所以技能從頭開始介紹 專武後的一技能 對眼前一名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但如果是全場第一次施放一技能 效果會變成對敵人造成特大物理傷害 並對敵人小幅度降防 持續30秒 自身物攻特大提升 持續30秒 二技效果 大幅提升自身物攻 持續12秒 EX技能 開戰時提升自身物理攻擊力 最後是UB 對眼前一名敵人造成特大物理傷害 如果是初次使用此技能 傷害量大幅度提升 專武屬性是物攻跟物爆 專武嘉夜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 簡單來說就是 第一次很痛 第二次以後就不痛了 那這邊說的第一次是一技跟UB 想歪的自己去面壁 好啦 那就接著來看實戰吧 把嘉夜抓去欺負現在日版活動王 1分19秒 嘉夜第一次一技對活動王造成13萬的爆擊傷害 然後1分18秒 踴躍破防後使出了UB把王破防給破滿 接著加UB跟上 達出了82萬的傷害 可憐的王在1分17秒就被KO了 看一下結算圖 嘉夜傷害111萬 整個就很扯 嘉夜是目前最強補償刀角色之一 有開場破防 還有短時間內痛到爆的傷害 嘉夜有專武以後 每天打短時間補償刀都一定會用到 戰隊戰玩家強烈建議要練 非常非常的強 好啦 戰隊戰看完之後來看競技場吧 我們一樣直接看實戰 這場我使用莉馬 嘉夜 新年日和克總泳裝咲戀 對戰對面的莉馬 萬聖旺 咲戀 魔法霞 真步 這次今天錄的對戰 魔法霞是有專武的 開場1分24秒 克總對莉馬放了UB 由於沒有破防 4934 有夠癢 1分22秒 嘉夜用第一次一技打莉馬 造成了爆擊傷害 23086 有夠痛 這小技能打的跟UB一樣痛 接著 新年日和UB破防莉馬 嘉夜一拳打在莉馬臉上 38325 本遊戲最硬物理坦克 直接蒸發掉了 這對強 就是強在 拆坦超強 但缺點這場也看得出來 由於完全沒有補師 而且是一隻一隻拆 打到後面 咲戀有可能會反殺 非常可怕 接著看第二場 這場我用 新年可蘿 嘉夜 新年日和 克總 泳裝咲戀 對抗對面 聖誕咲戀 姐姐 酒鬼 新年女僕 真步的組合 開始前要先說一下 新年可蘿是我這邊放錯了 應該要放莉馬才對 真步會把黑暗丟到嘉夜頭上 這樣子嘉夜火力會大打折扣 很虧 開場 克總UB打聖誕咲戀 將近兩萬 然後嘉夜一技打在聖誕咲戀 三萬六 配合新年日和小招 聖誕咲戀直接蒸發 接著是還蠻能扛物理的六星姐姐 新年日和UB打了兩萬三 然後嘉夜一發UB打出了一堆miss 這邊要是身上沒黑暗 六星姐姐就已經倒了 反正後續還是順利一打掉姐姐 後面就穩贏了 好啦 看完這兩場對戰 大概知道這隊是在幹嘛了吧 這隊是用來拆沒什麼攻擊力的烏龜防守隊的 固定角色是嘉夜跟克總 這兩位沒得換 坦克的部分 如果對方有魔法霞或真步要放莉馬 如果沒有的話可以放新年可可蘿 新年日和的部分 沒有的話可以試試看萬聖美美 五號位的部分 剛剛給各位看了兩場 因為是1v1 所以我沒有省角色 使用了泳裝咲戀 3v3的話泳裝咲戀通常很麻 這隊就會使用專武莫妮卡 這隊的優點是蠻客家的 不用充電角色 在3v3使用配合上算是很靈活 在使用上要特別注意一些角色 最可怕的魔王角色是六星老師 這隊沒有補師 而且很怕把時間拖長的戰鬥 六星老師UB會對這隊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千萬別用這隊去找老師玩 另外就是這隊爆發力很強 但續戰能力超弱 時間一拖久就會輸 拆兩個坦克還行 第三個坦克會開始很難拆 加上對面如果還有魔法霞之類的角色在後面 導彈拖時間 面對一些隊伍可能會達到超時 這隊大概就這樣 在1v1有些隊伍可以拿這隊去拆 而在3v3 這隊盲打很廢 不要用 頂多用在第二次進攻 摸清對方防守隊之後可以使用 星數專武跟Rank的部分 當然是升好升滿 有多高升多高 而如果碎片暫時沒辦法五星滿專的話 戰隊戰玩家 我是建議四星滿專 之後持續刷碎片 再升五星 而對於競技場玩家 生存還是比較重要的 建議是五星開專之後再一路升到滿專 以上就是家業專武的部分了 接著是露娜 露娜身為戰隊戰跟競技場的熱門角色 我就不從頭介紹一次技能了 直接講專武後的一技效果吧 對剩餘血量最多的我方角色造成中幅度魔法傷害 並中幅度恢復TP 並賦予小幅度提升魔法攻擊力 大幅提升魔法暴擊的效果持續12秒 並小幅度恢復自身TP 專武後的一技能在造成傷害量跟補TPP量都沒有變多 有變的是多了幾個效果 專武屬性是魔法攻擊力 TP自動恢復跟TP消費減輕 露娜的專武並沒有帶來什麼驚天動地的改變 使用方式跟之前大致相同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專武的TP消費減輕的部分 在新年黑貓刀中 露娜的UB使用方式基本上都是加速自身的行動速度 據理來說就是盡量去中斷2技不滅的怨念 2技施放時間超級久又打不透 還不如早點中斷掉 多斷幾次就可以讓露娜整場多施放一次的一技能 而TP消費減輕可以讓露娜更早擠滿TP 去中斷不滅的怨念 在部分新年黑貓刀中 專武不夠高有可能會沒辦法中斷到不滅的怨念 導致最後少一發新黑UB 但專武升太高的副作用就是提升了露娜的魔法攻擊力 魔法攻擊力越高 1技打人越痛 好處是被打獲得的TP更高了 但缺點是新黑有可能會血量吸不回來而歪軸 所以露娜專武要升多高是一件非常令人頭痛的事情 那我這邊還是保守一點啦 戰隊戰玩家建議大家專武開著 等級保留1 後續看別人放出來的作業要多少專武再升上去 競技場玩家就直接升滿吧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